而此时这三万言的硬途竟然是为了换一张字条 那这个形色匆匆的男人到底是谁呢 天假银票只为换回一张字条 从冒险投石万路到策动里应外合 左耳格如何步步为营 那么他们又将会被关押在哪里 是南京警队司令部警察局还是中统局 营救牛兰夫妇一搏三折 国内国际社会反响强烈 蒋介石不得不作出回应 但对于情报小组来说 这为何只是更大危机的开始 大案 为您揭秘 东方007上海大营救 1932年4月的午后 南京一家咖啡馆 一个形色匆匆的男人急急忙忙地来到这里 还没有来得及多说几句话 便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三万元的银票 摆到了桌子上 而对方的那个男人急忙拿起银票看了看 没有什么问题 收起来之后 也从自己的口袋里拿出一张小字条 交给了对方 两个神秘男人之间的交易 就这么简单快捷地结束了 我们可不要小瞧这三万元银票 也许对于现在一个普通家庭来说 算不了什么 可在当时 三万元银票 可算是一个天文数字 在那个年代 一个普通工人的月工资 是十六到三十三个银员之间 需要他们辛辛苦苦工作七十五年 才能挣到这个数字 够他们享用六十六年 而此时这三万元的用处 竟然是为了换一张字条 那这个形色匆匆的男人 到底是谁呢 他为什么心甘情愿地 拿出三万元这笔巨款 换一张小字条呢 我想啊 在这里还是给大家 透露一点消息吧 这张价值连成的字条 是由一个叫牛兰的人 从监狱里面烧出来的 一九二七年 蒋介石相继发动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 对中国共产党 进行大肆逮捕和屠杀 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反动派 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八月一日 南昌起义爆发 打响了中国共产党 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第一墙 而上海被中国共产党 视为中国城市革命的中心 中国共产党地下中央委员会总部 就设在这里 在一九三一年六月十五日 上海公共租界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搜捕 租界警务处带着几个巡捕 逮捕了外籍商人牛兰夫妇 以及他们三岁的孩子 此后牛兰夫妇又被移交给国民党审讯 同年的十月 牛兰被苏高第二分院宣判 对牛兰判处死刑 而牛兰的妻子则判处无期徒刑 在当时啊 外国人在中国被抓 被判刑 那是一件十分轰动的事情 并且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为了成功将这对外籍商人夫妇 营救出来 这个重要的任务 就落在了一个叫做 佐尔格的著名苏联兼谍身上 照片上这个人 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著名兼谍 理查德·佐尔格 这次营救任务的主要负责人 佐尔格是苏德魂巡 从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到 他的英俊相貌 他浓眉下面 有着一双蓝灰色的眼睛 他高而宽的额头上 有着深深的皱纹 他浓密而蓬松的 深绿色的头发 和肩瘦的下巴 恰恰赋予了他几分果敢 和刚毅的神情 佐尔格早年参加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 身负重伤 留下了残疾 在疗养期间 接触了德国当时的 民主社会主义党 也就是后来的德国左翼党 为了追随共产主义 佐尔格在1925年 带着妻子女儿到了苏联 定居在莫斯科 随后加入了苏联国籍 和苏联共产党 在共产国际新闻处工作 两年后 也就是1927年 佐尔格以共产国际 特派员的身份 驻斯卡纳亚半岛 为苏联共产党搜集情报 由于表现出色 被苏联特务机关吸纳 接受严格的特种训练后 正式成为苏联的谍报人员 然而 1930年1月 他从德国农业报 编辑部里 得到了一封介绍信 然后以该报记者的身份 作为掩护 来到了上海 此时的他 正值35岁 佐尔格被派往上海后 迅速在上海组织了 以亚历克为代号的 情报小组 这个情报小组的工作目标是 搜集有关中国革命形势的情报 将获取的情报 在第一时间发往苏联 与苏联共产党取得紧密的联系 看到这里 我们不急要问 既然被捕的牛兰夫妇 只是个商人 为什么需要这位苏联王牌间谍去营救呢 让我们先来看看 这两份关于牛兰夫妇案的报道 牛兰夫妇被捕十五天后 申报是这样报道的 这段话的意思呢 就是说 这两个西方人啊 一个叫牛兰 妻子姓毛 都已三十七岁 以夫妻相称 但却居住在不同的地方 这个牛兰呢 住在四川路两百三十五号洋房内 妻子呢 则住在四川路四十九号洋房里 他们的行动极为可疑 因此 警务局派出一名叫 戈尔特的外籍探员秘密监察 近期了解到 这两个人是著名的共产党人士 于本月的十五号早晨被捕 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份报纸 报纸上这段话大致是说 公共租界位于本市的重要位置 共产党利用公共租界做掩护 常年在此活动 六月初呢 共产国际上海部的负责人 牛兰夫妇被捕过 搜出重要的文件一百多件 在审讯过程中 牛兰称自己是比利时人 妻子是法国人 但经调查后发现 两人身份都是假的 这两份对牛兰夫妇的报道 披露了他们的真实身份 早在1931年4月 时任中共特科负责人 顾顺章被捕后判变 他除了出卖了 部分共产党人的名单以外 他的判变还牵连到了 第三国际东方部 其实也就是共产国际 在上海的联络处 国民党情报人员 拦截到了一个被泄漏的电报地址 和上海邮政信箱号码208 然而这个信箱的拥有者 就叫牛兰 原来这对夫妇一直用商人的身份 做掩护 实则是共产国际上海部的负责人 共产国际在中国的目的 是转发经费给中国共产党 及青年团等组织 招募一些进步学生 培养他们到莫斯科去深造 为中国共产党培养未来的干部 同时保持共产国际 与中国共产党在华中 华北苏区的联系 牛兰夫妇的被捕 无疑是给共产国际 和中国共产党的联络 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那么佐尔格将如何展开 这一重要而又困难的营救行动呢 营救出师不利 周遭胡适丹丹 佐尔格能够依靠的最得力助手 是怎样的一个女人 她和中外各界人士 有着广泛的接触 她具备保存各种秘密文件的优势 打通营救渠道 但牛兰夫妇的收押地点依旧无法确认 佐尔格又将如何走出一步险棋 答案正在揭秘 这是位于上海哥罗西路的一个寓所内 一个外国女人正焦虑地坐在沙发上 不时地翻动着茶几上的一楼文件和一些报纸 直到听见有人敲门的声音 这才急忙起身赶向大门 迎进了她等待已久的客人 佐尔格 似乎她的到来 让这个外国女人感到了一丝的安定 两个人进屋之后并没有过多的寒暄 外国女人急切地告诉佐尔格 有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需要完成 就是营救被捕的牛兰夫妇 要想把牛兰夫妇从屠刀下解救出来 必须马上针对这次任务制定一个十分周详的计划 牛兰夫妇是在外国的租界被捕的 那么佐尔格首先要弄清楚的是 牛兰夫妇是否已经被外国租界的巡捕们 引渡给国民政府了 所谓引渡是指一国把在该国境内 而被他国指控为犯罪或已被他国判刑的人 根据有关国家的请求 移交给请求国审判或处罚 在现代国际关系中 引渡是两国之间司法合作的重要形式 是国家主权的合法体现 可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 这项外交活动却成为了 外国巡捕在中国大凯游水 打谋私利的捷径 国民政府利用外国巡捕的这一心理 用金钱大肆收买制 于是引渡成为了国民党 抓捕共产党人士的一个主要手段 如果牛兰夫妇目前仍然被关押在 公共租界的巡捕房 他该怎么办 如果说牛兰夫妇已经被引渡到国民政府 那么他们又将会被关押在哪里 是南京警备司令部 警察局 还是中统局 牛兰的本名为雅各布 马特耶维奇 鲁德尼克 1927年 共产国际驻中国的机构 遭到了国民党破坏 牛兰于1928年春被共产国际派往上海 以商人身份做掩护 重新建立共产国际在中国联络站 牛兰夫妇的背景我们了解清楚了 那么佐尔格究竟是如何确认 并且展开营救牛兰夫妇的呢 这里啊 我们不得不说说 与佐尔格一同协作的这个人 就是刚才格罗西路寓所的女主人 也就是照片上的这个 埃格尼斯什姆特莱 她是一个美国人 40岁的她 依然显得非常漂亮 为人和蔼可亲 她是美国著名记者 作家和社会活动家 一个与众不同的女性 早年当过侍女 烟厂工人和书刊推销员 曾在纽约呼声报任职 1918年因申援印度独立运动 而被捕入狱六个月 1919年起 侨居柏林八年 期间 她曾积极投身于 印度民族解放运动 史莫特莱 1928年底来华 在中国一待就是12年 史莫特莱虽然是 共产国际上海战的一员 但作为新闻记者的她 在当时非常的活跃 关于佐尔格和史莫特莱的 交往与友谊 有一种公认的说法是 佐尔格刚到上海 就结识了史莫特莱 受雇于苏联情报机构的 佐尔格很快察觉到 史莫特莱强大的人脉关系 和社交网络对她工作的积极影响 对于初来乍到的佐尔格来说 拓展人际圈和情报网的初步工作 就得依靠史莫特莱的帮助 由于拥有共同的理想和追求 他们经常会聚在一起 交流思想和工作 并很快成为了挚友 史莫特莱是一个外国新闻记者 他和中外各界人士 有着广泛的接触 他具备保存各种秘密文件的优势 因为这是当时在上海的外国记者 拥有的特权 而公共租界又为史莫特莱 躲避当时国民党警察和一些特务的追捕 提供了庇护 所以佐尔格的重要会议 都会在史莫特莱家举行 他的重要文件也会保存在他家 佐尔格不便给情报人员打电话的时候 信息都是由史莫特莱帮助传递 史莫特莱成为了佐尔格和其他情报人员的中间联络人 佐尔格初步判断 如与牛兰夫妇的被捕 起因是顾顺章的叛变 所以他确信牛兰夫妇已经被关押到南京了 佐尔格眼下的任务就是 把突破口集中在国民党的特务身上 佐尔格了解到 陈立夫的国民党特务机构 主要的人员都是所谓的浙江邦 因此他的工作就应该首先从与浙江邦有关的人入手 非常巧的是 佐尔格亚利克小组中姓柳的一名成员就是浙江人 通过史莫特莱 佐尔格要求柳姓成员尽快利用他的浙江同乡关系 搭上这条线 仅仅过了两天 小组成员柳就向佐尔格报告 他有一个十分可靠的亲戚 认识中统局的一个浙江籍高官叫张冲 如果佐尔格同意的话 可以由他的这位亲戚去向张冲大探消息 营救行动需要极其缜密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 因此佐尔格没有立即答应 而是先让柳回家等待他的命令 随后佐尔格对这位中统局高官张冲 进行了初步的调查 关于张冲这个人啊 我们查阅了所有的档案资料 都没有找到一张他的真实照片 但是我们查阅到了他的一些重要信息 张冲浙江温州人 曾在浙江省立第十中学毕业 到北京进入北京交通大学专攻俄文 不久到苏联留学 回国后呢 在东北哈尔滨等地主持国民党党部 曾被当地军阀逮捕 出狱后到南京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 调查科总干事 实际就是中统局的前身主要负责人之一 作尔格了解到 张冲啊在特务机关里有着较高的地位 对牛兰案也会有所了解 因为他有留学苏联的经历 对苏联十月革命和共产党 当然也会有所了解 他分析张冲在思想上 不一定是一个死硬派 因此如果柳的那位亲戚和张冲的私人关系可靠 也就可以间接地拖他的亲戚向张冲试探一下 命令传达下去的第三天 柳带着回信就来了 张冲知道牛兰被关押在南京 并且此案正好由张冲主管 娃娃没有料到任务就这样容易地完成了 但作尔格局对这个消息不为所动 他冷静地告诉柳 消息虽好但不能证明他的真实性 而他要求的这个真实性 怎么能证实呢 难道是要把牛兰拉到他的面前才算真实呢 获取重要信息 确定线索人物 然而天价交易的背后依然疑火重重 索尔格这一决策是要冒着巨大风险的 因为一个中统特务这样做 就等于给自己制造了暗通共产的罪重 人质交还未果 却遭遇暗中跟踪 亚历克小组全体暴露 危在淡击 怎样才能扭转局面 答案精彩继续 还记得节目一开始 在这个咖啡厅的那场交易吗 索尔格提出的方案 就是让张冲递出牛兰亲笔的字条 这样一来就可以证实牛兰的确是在南京 有了这个证明 史木特莱就可以以共产国际的名义 发起对蒋介石的抗议活动 如果没有这个证明 运动就没有力量 就打不中蒋介石的要害 蒋介石还有可能立即将牛兰处死 然后声明说他根本就不知道牛兰是谁 这样一来亚历克小组不但不能帮助牛兰获得自由 反而促成了他的死亡 索尔格这一决策是要冒着巨大风险的 因为一个中统特务这样做 就等于给自己制造了暗通共产的罪证 张冲是否敢为这件事冒这样大的危险呢 两天之后索尔格就收到了张冲的答复 他说手机可以送出 但需要三万元银票 这一消息使得索尔格立刻陷入了沉思 这么多的钱 简直就是一笔天价交易 你不是故意敲竹杠吗 拿那么多钱来 会不会说明张冲你根本就拿不到牛兰的亲手笔记呢 或者他根本就不知道牛兰的下落 从而抬高架把这件事情给搪塞过去 然后对亚利克小组下毒手 索尔格推测 张冲索取这样的高架 不应该只是单纯的从金钱利益角度考虑 而应该从政治目的上看 索尔格知道 对张冲来说 这是一场可能招来杀身之祸的交易 牛兰案这样重大的案件 张冲敢于表示友好 难道就只是为了钱吗 他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因为当时国民党贪污受贿 敲诈勒索的风气已经是家常便饭 但如果认为是暗通共产党 就会是落得格杀勿论的下场 如果事情败露 张冲试图用这笔钱保住自己的性命 第二 他用索要高架的办法 是想试探和他进行这笔交易的对手 他十分清楚 在当时的条件下 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是绝对拿不出这样一笔拘款的 这样他也就排除了可能通共的嫌疑 既然牛兰夫妇是共产国际的人 如果这笔交易成功 张冲就可以肯定和他交易的是共产国际的最高组织 那么张冲的最终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张冲想的这些 作尔格也推测到了 作尔格知道 在牛兰这样极为重大的问题上 张冲只愿意和共产国际最高级别组织进行 因此为了咬住张冲 这笔钱是肯定要出的 然而 营救牛兰夫妇的任务 却将给亚历克小组造成转折性的一击 几天后 亚历克小组姓柳的组员 将一张三寸长一寸宽的纸条交给了作尔格 作尔格通过史摩托莱将字条转交给共产国际 最终确认了字条确实为牛兰的亲手笔记 作尔格凭借多年的情报工作经验 成功完成了营救牛兰夫妇任务的第一个阶段 解救牛兰夫妇行动 从秘密侦查工作顺利进入了第二个阶段 公开抗议行动 不久后 欧美一些进步报章上陆续刊登了 关于国民党政府秘密逮捕了国际人士牛兰夫妇 引人瞩目的报道 随后世界各地的著名学者如高尔基 罗曼罗兰等纷纷向南京国民政府发出抗议电报 要求蒋介石对牛兰案事件进行公布 并要求他们公布所谓的犯罪证据 1931年8月20日 宋庆龄和爱因斯坦 蔡特金 高尔基 史莫特莱等国际知名人士 发起成立了设在欧洲的国际营救牛兰委员会 使营救牛兰夫妇的行动 演变成为一次国际性的运动 佐尔格要求亚利克小组成员 秘密邀请当时在上海较为有名的大律师 唐明石受理此案 担任牛兰夫妇的辩护律师 而史莫特莱则按照佐尔格的第二阶段抗议计划 也展开了行动 史莫特莱十分敬重鲁迅 他把鲁迅当作自己在文学事业上进步的老师 史莫特莱来到了鲁迅家商谈关于营救牛兰夫妇的事 鲁迅以中国作家的名义撰写了大量揭露 蒋介石政府对中国支持界摧残的罪行 然后再由史莫特莱负责翻译成英文 介绍到美国新群众等进步刊物上发表 鲁迅认为这一运动从形式上看 是对牛兰夫妇的救援 而实质上是对中国人民反对国民党 反动独裁统治的支持 在国际国内进步力量的不断斗争面前 蒋介石不得不做出退步 他不得不做出回应 将尽快把这一运动平息下去 首先蒋介石允许把牛兰夫妇三岁的孩子释放 经史莫特莱的安排 由一个美国人出面把孩子领出来 交由宋敬龄代为抚养 为了把这个孩子从监狱里营救出来 佐尔哥也费尽了心思 因为牛兰夫妇是共产国际代表 如果组织上派人出面 出面的人还有可能存在被扣押起来的危险 这个时候只能由一位有较高社会地位 而蒋介石又不能拒绝的人物 才能担负起这一救护人物 而这个人物就是宋敬龄 宋敬龄虽然是蒋介石不好拒绝的人 但如果没有足够有分量的谈判筹码 蒋介石也绝不可能轻易放人 对此 共产国即将目光投降了此时 正在莫斯科施可夫农场工作的蒋经国 蒋介石是蒋介石的长子 也是蒋介石一直以来预想中的接班人 如果用蒋经国交换牛兰夫妇 护子心切的蒋介石一定无法拒绝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 宋敬龄按共产国际 用蒋经国换牛兰的指示 找到了蒋介石 蒋介石在一九三一年的 十二月十六日的日记里 他这么写道 孙夫人欲释放苏俄共党东方部长 其罪状以慎张明 而强于释放又以经国交还相用 与宁使经国不还 或认苏俄残杀 而绝不愿以害国之罪犯 以换亲子也 绝种亡国乃树也 奈何能惜意幸免 但求法不由我而犯 国不由我而卖 以保全我父母之名 史无天此生则吉 宋庆龄虽然没能说服蒋介石去交换人质 但是牛兰由死刑改判为无期徒刑 他在上海组织成立了营救牛兰的委员会 并设法安排狱中的牛兰到南京鼓楼医院就医 因为当时他也在国民党特务包围式的跟踪中 由于宋庆龄可以用英语直接交谈 宋庆龄与佐尔格的接洽 国民党特务很难获得具体细节 佐尔格周密的计划 和与史莫特来 宋庆龄和鲁迅救援的密切配合 使牛兰夫妇事件取得了完满的结果 最终蒋介石不得不把此案 移交给法院重新审判 把原判的死刑和无期徒刑取消 改判成驱逐出境 救援牛兰夫妇 是佐尔格在中国的情报工作的高潮 然而佐尔格领导的亚历克小组 因为营救牛兰夫妇身份暴露 情报小组也未在旦夕 牛兰夫妇事件直接导致中国共产党 与共产国际联系中断 这一打击不能不引起佐尔格的警惕 在后来佐尔格回忆录中描述到 牛兰案暴露了几个领导的住址 和共产国际与中国机关之间的联系 牛兰的被捕和共产国际驻远东的机构被暴露 使其他在上海的共产国际成员身处险境 在解救牛兰夫妇的行动中 佐尔格无形中留下了他的情报小组 和国民党特务组织联系的线索 而这些线索几乎将整个亚历克小组 暴露在中统局的视线内 亚历克小组随时有被搜捕的威胁 因此这条秘密的线索必须被割断 而割断的办法只有一个 那就是亚历克主要人员撤离中国 佐尔格在来到中国三年后 于1933年的年底返回了莫斯科 在那里有更重要的任务 等着他 为解救牛兰夫妇做出巨大贡献的史莫特莱 由于胃溃阳出血 健康状况恶化 于1941年的5月回到美国 回国之后的史莫特莱 仍然表现出对中国抗战事业的忠诚 1950年5月6日 史莫特莱在伦敦病逝 中年58岁 他的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烈士陵园 大力石墓碑上 用金字镌刻着朱德写的碑纹 中国人民之友 美国革命作家史莫特莱女士 致木 918事变后 苏联决定在日本组建情报网 1933年5月 苏联决定派佐尔格前往东京 建立在日本的情报网 在日本啊 佐尔格创造了他人生中的 另一个辉煌 1941年6月22日 纳粹德国发动巴巴罗萨行动 开启了东京苏联的脚步 与此同时 希特勒希望他的轴心国盟友日本 从中国东北出兵西伯利亚 配合起对苏联展开双面夹击 如果日本真的出兵苏联 那么苏联将危在旦夕 在这种危机情况下 身处东京的佐尔格 获取了日本军部 经过讨论后 决定将不会在苏联东线 发起进攻的绝密情报 斯大林在得到这份代号为 拉姆扎的特攻发挥的重要情报后 果断从西伯利亚调回 东线防守的精锐部队 解围被困了斯大林格勒 一举击败德军 对斯大林格勒的包围 成为反法西斯战争中 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 因为及时向苏联传递了 这份历史性的重要情报 佐尔格的身份不幸被暴露 在东京被捕牺牲 佐尔格被誉为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他两次为斯大林 获取重要的军事情报 苏联政府追授佐尔格为苏联英雄 授予精心寻找 精心色化 13秒 毛泽东为何决定要 823炮击金门 很显然 毛泽东这招是要隔山打牛 既灭灭蒋介石的威风 就警告美国 不要干涉中国内政 攻城为下 攻心为上 金门炮战怎样在 停停打打中 尽险谋略 但毛泽东对蒋介石 那是太了解了 下一步棋 应当怎么走 毛泽东早已了然一句 实力观察 运筹帷幄 毛泽东如何巧妙 借蒋敌美 坚守中国内政 其实说的通俗一点 一句话就能概括美国 讲证 档案为您揭秘 1958台海炮战支 毛泽东 一时三秒